中國宣布六月十號三號開始 要禁止台灣石斑魚的輸入 理由是多次檢出了禁藥 農委會回籍 中國的做法不符合國際慣例 要提出科學證據 中國正面回應 所以不排除要在WTO的SPS委員會提出申訴 台灣石斑魚在去年有六千多公噸外銷 中國方面就占了外銷量的九成 推估今年有三千六百公噸 受到影響 慢慢好料淋在高溫油渣過的石斑魚上 沒想到這主角石斑魚 無預警被中國封殺 中國時候宣布要從六月十三號開始 禁止台灣石斑魚輸入 聲稱剪出孔雀石綠等禁用藥物 農委會立刻召開記者會反駁 通過兩岸的中途檢疫管道 提供給中國 希望他可以盡速的回應 我們這些科學的根據 如果沒有 我們不排除到WTO的SPS裡面 再次的來針對 這個議題做申訴 就算還在隔離主委陳吉仲 清商國縣要中國正面回應 從去年開始中方陸續通知 石斑魚檢驗不合格 更在十二月底直接暫停兩家養殖廠輸出 都聲稱因為驗除禁藥 農委會啟動調查檢驗結果都未檢出 結果被中方已讀不回 在六月十號直接宣布片面禁止台灣輸入 說就是CV或禁止進口或者是退運 這個中國迴環相關的國際貿易規劃 台灣石斑魚在一百一十年有六千六百八十一公噸 外收產值高達十六億台幣 中國大陸就佔了外銷量的九成 預估今年有三千六百公噸受到影響 對所有的第三國不是只有對我們台灣 對所有的第三國只要有殘留不合格 他都把人家的全部禁掉 那讓他有一致的做法 可是好像沒有看到這樣子的做法 所以他對我們可能有怎麼樣知意 或是無理的歧視 去年先是鳳梨世家被中國單方面宣布禁止進口 這回連石斑魚也被封殺 頻頻用貿易手段進行政治操弄 農委會部排除在WTO的SPS委員會提出申訴 不讓台灣漁民受到衝擊 記者葉志雄 黃玉婷 採訪報導